美国电动车大厂Tesla 他们的股价在22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五 来仔细看大涨的1.8% 最后收在909.68美元 这是历年来的最高收盘价 市值也新增了9113亿美元 针对这个现象 财信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 他就说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 他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电动汽车带动世界 往前奔驰 而且他还预言说 电动汽车现在已经成为了 国家竞赛的新场域 但就在这个时候 Tesla再次拉高了 他们旗下两款车款的一个售价 这两款包含你现在图卡上 看到的Model S以及Model X 而且各达50大板 各涨5000美元 因为需求畅旺 所以现在目前的订单跟交车时间 还已经排到了明年的年终 所以就是说你买车要等到交车 你大概要等上前后一年的时间 另外受到晶片的影响 再加上Tesla已经先前拍拍胸脯了 说保证现在目前主力车款的供应量 我一定会准时供应 所以有一些新车就说有自驾系统的 包含像你图卡上现在看到的 电动皮卡车Cybertruck 另外还有电动跑车Roster 以及你最后看到的这个 未来感的大卡车Semi 这几款的车款呢 最近Tesla也宣布了 包含在2022年 已经2023年都会陆陆续续的生产 不过呢除了Tesla之外呢 中国现在也在布局电动车的商机 先前呢这个小米集团 他们呢就把一个口号挂在嘴巴 叫做为小米汽车而战 小米公司 他们现在呢就传出了 已经砸了67亿 在上海的徐汇 那大概67亿台币 买下了一块商业用地 那现在目前是在预计2024年的上半年 就要开始量产属于小米的 新的汽车 那除了小米之外呢 包含小鹏 他们其实也在布局 那他们的子公司呢 叫做HT Aero 最近呢就说了 他们希望能够在2024年的时候 推出一款啊 可以在地上跑 也可以在天上飞的 这个飞行车 那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美中两个国家发展的目标 那包含电动车在内 以及未来汽车在内 都是两个国家现在发展的重点 那当然你看到 中美两国已经在往前跑了 其他国家自然也会跟进 所以呢 你现在看到的 有9款纯电动车也即将要登台了 这个当中呢 就包含了像是 Audi的E-Tron GT 预计呢 在下个月的4号就要发表了 那除了德国豪车机器布局之外 韩国当然也不落人厚 包含Hionde以及Kia 那Hionde呢 他们在今年2月的时候 就已经发表了他们的电动车 另外还有包含Kia的汽车呢 他们现在也都要推自己的电动车 而且主力要助攻 平价市场 所以呢 从这张图卡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先不管这个飞行车 光是电动车在内 在未来它一定会是一个趋势 所以呢 接下来 电动车整体的一个制造业 它整个的产业链 都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譬如说 刚刚一开始跟你提到了 Tesla 他们就宣布了 要把全球标准车款 改用磷酸铁锂电池 那这个方面呢 就是台湾的强项 而且呢 对周边的供应链都很有利 另外呢 像是康普 还有美骑马 他们也搭上了换电池的题材 因此呢 25号的股价 也职工掌停板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不为晶片晃 第三季全球交车数 241300辆 这去年同期暴增73% 创下单季历史新高 财报亮眼带动股价 冲上900美元关卡 在电池上有新亮点 特斯拉靠着优移技术 提高电池续航力 同时降低成本 最近更宣布全球标准车款 改用磷酸铁锂电池 并已经向宁德时代前令常约 对台股电池周边供应链也有利 你现在电动车 它最贵还是那个电池 电池这个占四成到五成的成本 像是美骑马布局电动车电池 多年搭进特斯拉供应链 搭上换电池的列车 二十五号土价直奔 涨停板来到一百四十二元 其他包含聚合康普也都一度涨停 那我想其实这个对于特斯拉的 这个使用状况来讲 它其实只是一个短期 为了因应离孤虐 这几种原物料成本价格的高涨 那么所调整的一个供应链的策略 马达跟电池是电动车核心技术 台厂靠着多年累积的实力 将近相关的供应链 在世界上大放异彩 正修许智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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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